大家看一下那天开箱的阿伦培 你看这一株就在院前刀 你把它要剪下来 它就干掉了 你看一下阿伦培 我准备种在这个大自然棚 就一棚就种两株了 他刚好买两株 我刚好买两株 这株都比较小 他这个其实也很会爆头的 很会爆头的我看一下 种这个好还是种哪个好 也种这个好 种这个好 我还是把这些叶片也扔进去 这样的盆子很大 要用这个土用很多 我下面讨历很多了 讨历再加一点 讨历再加一点 种我的阿伦培了 我刚才说了 这一盆种两株 一株太少 绝对太少 虽然大家很会爆头 太多人了 做不进去 是不是 好看吗 我的阿伦培 应该是可以 这种棚 刚好 我那天 目测过去了 这个土 沙子还是比较多 多换一点那个颗粒 大家 我这些土都晒过了 都在换在楼底晒 哎呦 还是 扎子比较多 我还是要去拿一些 拿一些颗粒出来 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 这样 那个 纯颗粒 纯颗粒 这个里面很多的这个 红火沙叶 红火沙叶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 如果家里你自己的 克力土不够的 就加一包 一包对一包 你看看 就这样子 下雨 我另外上下雨 被雨拧了 这样子调一下 你看 克力土就高了 我还是喜欢克力土 很多人说我配土不行 我感觉可以 我因为 我这个 淋雨的 下雨 会淋雨 濾氧的 颗粒土要高一点 可能大家还是不信 嗯 然后你自己要去琢磨 非常好种啊 简单 我今天做黄啊 这些我都会跟大家跟踪这些朵楼 比较皮实啊 大家都知道阿伦佩 我为什么会嘛 主要比较皮实 这时候啊这些伤口啊 或者干掉的这些杆 先不要剪它啊 剪刀要拿出这样子啊 这样子塞一下 要塞一下 要塞一些啊 涂都沉下去 然后我有时候又没空 给它添涂 好久没家杨姐种多肉了啊 很会种多肉的杨姐啊 被今年的夏天打败了 但是我还是不会出坑的啊 即使多肉 呃损伤很严重 因为我是喜欢养花的 我一直讲这句话了 即使我不养多肉 也是会养其他的 有养花的朋友 应该都会理解 我这样的心情啊 不是说哎呀 杨姐你养死了还养 不是这个意思 你养所有的花 它都会死的 都会死 你没有哎呀想 我要把多肉养多么好 养很好 拿去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养多肉啊 是不是 做好了 中间可能涂海差一点 等它 整到那个护盆啊 生根的时候 我再给它加那个铺面石 就这样子的哈 还有就是 淡雪 淡雪我准备用这么 这么这个高一点 淡雪也两株 大家看看 现在要把它一边先露一些哈 以下的这些 化水的叶片 要给它先露一下 大家一直说叶片怎么也放在底下 可以哈 因为这种植物它 其实这种叶片啊 就可以当肥料 我其实就是这么种花的 所有的花都是这样 有的人可能说你这样长不好 我没感觉啊 特别像这些淡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皮实的啊 其实它这个杆都快丢了你看 快丢哈 可以了吗 那个杆丢了 那个杆丢了 丢到里面去了 哦哦是是是 我刚才说就会丢了 然后这个还要拿出来 就看看你看一片啊 一片化水的 太多了 可以 可以 就让变成 肥料了 它可以变成肥料了 这个倒是分两个了 那个一块丢了 那个 这个呢 那时候它也是断了吧 是不是 它已经都 都伤口都这样子了 没错没错 开箱的时候就发现它断了 断了好多 这个 断了很多个头 大家 有的人说喜欢我开箱 有的人说喜欢我种多了 哎呀 我自己也很喜欢 都喜欢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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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在这里 剪天土 还是拿一点颗粒土啊 我拿一点桃粒 桃粒 桃粒又说出来 又说颗粒 桃粒 哎呀看它就桃粒啊 你看桃粒我压在那个 压在那些枯叶上面 啊 压在这枯叶上面 它有长根了嘛 下面 它就能够有 水分 啊 桃粒一定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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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多了 但学的这些颗粒土 可以低一点 啊 六七十都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也剩两株种在一起啊 很好种 现在种这些种多肉种 熟悉的 就是这样子了 我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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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换好 换公正一些 这边还没换公正 这一株 这一株我换在这旁边 丢了 哎 不要再去种 种 种一棚一棚 那些杆 可能还要再 往上面一点 不要不要 那些 那些短的不要 短的以后 可以用一些 小棚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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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汗淋淋啊 我做还是很热 但是 再过两三天就会降温了哈 所以说我要赶在这个降温之前 要把它种进去 这样它对它的护粉 对它的生长 都有好处的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多肉 还买回来 还要种 还有就是 上海贵买的那个十五株的小麦杆 也还没种 我准备小麦杆 要等到气温 比较稳定的时候再种 这次我种非常好了啊 以前就是 土都没放好啊 今天啊 在它们度下的时候 就发现有些还要咚 动动 嗯 今天用这个 摊扫啊 给它这个 土啊 弄那个 扎实一点哈 是不是 好了 来看一下 今天种了两大盆啊 这个 大自然盆 用种了两大盆啊 多肉 一个蛋选 一个是阿伦培 大家就看后期啊 阿伦培种完千万千万 一定要这样啊 不能曝晒 这两个都不能曝晒 换在你 换多肉就是 不管你楼顶还是露台 注意音量通风的地方啊 怎样这三盆 我都要换好啊 啊 大家看一下 啊 今天又种了两大盆 多肉 这是 啊 夏天以来哈 第一次种多肉了 第一次哈 大家就看着啊 我这些多肉啊 以后会怎么样啊 好 今天的视频啊 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 拜拜